很高兴您来到STAR频道,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 双赵同台演绎同一角色,赵丽颖气质女神,赵露丝清心可人。 赵丽颖和赵露丝的梦幻联动,双赵的合作成为了娱乐圈的焦点。 最近,随着赵丽颖主演的电影《乔妍的心事》新预告片释出, 赵丽颖以其成熟优雅的气质再次震撼观众。 而赵露丝主演的电视剧《徐我要演》也让人充满期待。 这两部作品都改编自张月然的小说《大乔小乔》。 一个故事两种诠释,分别由两位丹红小花丹刚主演, 形成了破刺圆壁的绝妙组合。 赵丽颖的气质淑女乔妍,霸气回眸,魅力四射。 在乔妍的心事中,36岁的赵丽颖饰演的是气质淑女大明星, 她的每一个眼神和动作都充满了从容与霸气。 预告片中,赵丽颖以一个潇洒的吐烟动作,瞬间俘获了无数观众的心。 在赵丽颖的塑造下,乔妍不仅是一个登顶娱乐圈的成功女性, 还带有隐秘的脆弱和复杂的心理状态。 这种角色需要强大的可塑性和深厚的表演功力, 而赵丽颖的回眸与气质完全封神。 让人不得不惊叹她的角色演绎已经达到全新的高度。 赵露丝的野心加许颜,小白花背后的欺骗于野心。 另一边,25岁的赵露丝在《许我要眼》中饰演的许颜, 是一位当红女主播,表面上温婉可人。 内心却暗藏对成功的渴望与对他人的欺骗。 这与赵丽颖饰演的乔妍形成了鲜明对比。 赵露丝的角色带有一种野心加的气质, 从骨子里透出的强烈欲望难以掩饰。 赵露丝此次的角色塑造,让人不禁联想到韩国电影《安娜》。 同样讲述了一个女性在欲望和成功之间的挣扎与欺骗。 尽管还在拍摄中,但路透图中的赵露丝已经凭借角色出圈, 展现了他的非凡潜力。 大小乔的梦幻联动,破刺圆壁的悬角。 令人惊喜的是乔妍的心事和《许我要眼》虽然是电影和电视剧的不同形式, 但他们都改编自张月然的小说《大乔小乔》。 赵丽颖与赵露丝,一个是已经功成名就的乔妍, 一个是正在未成功拼搏的许颜。 两位角色之间的情感和命运纠葛,给观众带来了极强的代入感。 双照的角色塑造,对比与联系。 两部作品虽然分别展示了两位角色的不同人生阶段, 但在某种程度上,许颜的奋斗与乔妍的成就形成了某种对照。 赵丽颖饰演的乔妍似乎是赵露丝饰演的许颜在成功之后的模样, 而赵露丝的许颜则是乔妍年轻时的缩影。 赵丽颖通过成熟优雅的乔妍展现出了一种极致的女性魅力, 而赵露丝则通过野心勃勃的许颜,带出了出入职场时的锋芒和隐忍。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,却都充满了层次感,给观众带来了深刻的共鸣。 乔妍的心事已定荡上映,而许我要演尚在拍摄中,双照的梦幻联动让观众的期待值拉满。 不论是赵丽颖气质淑女大明星的陈文宇霸气,还是赵露丝野心勃勃的女主播角色。 两位女演员在新作品中的表现都令人充满期待。 她们的演技与魅力必将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与情感的双重盛宴。 各位对此怎么看呢?